就是說如果說我今天篩選出來了這個資料 那我可以怎麼樣把這個篩選的資料再把它全選 選好之後的話留下我要的Ctrl C 然後再到你的這個工作表貼上一個新的 你把它直接貼上好了 直接貼上之後 那再讓它欄寬稍微調整一下 常用裡面的格式 調整欄寬一下 讓它稍微調一下 那調完之後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就是說 可能有同學 他會重複簽到 比如說他這個地方有同學 我以前很麻煩 為什麼很麻煩就是你必須看 很難看為什麼 因為你要這樣往下看 這個人就這個同學是重複簽到了 那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重複簽到的其中一筆刪掉 不然的話就變成說他今天來上課就變兩次出席了 那不對啊 那以前如果我要刪這個動作的話 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資料很多 一直找一直找 光這樣做 至少要半個小時都還做不完 而且可能還漏掉了對不對 怎麼辦呢 後來我就寫了一個小程式 這個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解決那個問題呢 因為我的需求是 我要從下往上刪 從最後往上刪 然後呢 從下往上刪 如果條件 你的現在這一列 跟你的上面那一列的 名稱哪一欄呢 B欄 是一樣的 那就刪掉其中 上面一列 刪掉其中一列 然後一直在往上 然後一直在往上 流規上 如果你大概懂之後的話 可是 你要怎麼把程式寫出來 後來我就寫了一個 我看看 應該 這個 就是刪除 那個 重複簽到的問題 第一個的話 因為我不知道 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所以我就用什麼 A1向下偵測 的那個列 就會抓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意思有點像什麼 游標放在這個地方 Ctrl向下 那我就會知道是 460列 對不對 那460列呢 再往上追蹤 追蹤到哪一個呢 第2列就可以了 中間Step減 因為第1列是那個欄位名稱 那邏輯我下什麼呢 如果 I列的什麼呢 B欄 就是說呢 他現在這個位置 跟上面這個位置 如果是相同的話 有沒有 那怎麼敘述 I 等於 I-1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I 因為現在是460 對不對 那460跟459 459就是I-1 如果兩個 一樣的話 Zen 就把 你現在的這一列刪掉 留下上面那一列 OK 當然你也可以刪掉上面 不過我覺得是 你現在這一列刪掉 比較OK啦 那就把你現在 更正一下 我這邊是把上面那一列刪掉 等於是留下你現在這一列啦 兩個方法應該也都OK啦 這裡我想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我就把 如果兩個相同 我就把上面那一列刪掉 然後繼續再比 繼續再比 OK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這邊一樣 設一個中斷點 或者是說 因為 沒有